花线路野台东同乐会系列活动 于4月2号、3号、9号、10号等假日 在会场都有安排葫芦茶 与童花对话的茶席服务 及客家乐舞节目表演 让游客们在童花大道免费喝葫芦茶 欣赏客家文化之美 在其他的县市我们看的大概都是在山谷 你没有办法很近距离的来发现这童花之美 那我们路野天使地利人和 那尤其是在农田这个社区 除了有茶香再配合这个童花之美 那我们又可以近距离的来看到这个童花 那种感觉跟外现是都非常不一样 感觉到非常的火星 因为大家愿意来到这个地方 享受一个大自然的美 将我们客家的一个文化 能够藉由这个活动能够传承出去 将我们客家的语言 藉由很多的活动 能够真正将我们客家人来推出 让我们整个族群上 大家都是非常和乐的 童花季与寿冬季 是客家民族两大文化活动 客委会委由县市政府结合社区办理 4月2号下午办理的野餐区活动 吸引各地民众扶老席幼 在陆野美丽景色与优扬月身中 共享主办单位所准备的客家阿拜 客家菜包 五彩萝卜糕 龙田枇杷 陆野特产红乌龙等在地美食 在茶改场这片草地上 形成一幅美丽的人文风景 今天我是从车站那边走过来 我顺便观赏一下整个这种茶叶改良厂 整个一个景色 感觉非常好 非常欢喜 然后来欢迎我们这么多的乡亲 可以来参加 希望大家做的部分 露营和台生人的童花来参与 我们用的客家文化做的到台东来继续赏金 然后本期做的传计 到台北的客家民元币 就帝家之一 希望帝家继续支持 来推动客家文化 到台东的两十部分 什么帝家 谢谢大家 那我们在下个礼拜 甚至明天 我们整个礼拜假日的话 都有茶会 更加客家的乐舞的表演 那欢迎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一起到陆野 龙田童花大道这里来参加我们一系列的 这个客家童花祭台东童乐会的活动 为了提供参与活动的游客 更多元的选择及服务 主办单位除了在活动现场设置解说服务站外 也提供龙田单车深度文化寻宝区活动 骑单车走访龙田 同时也针对参访的团体提供好客巴士服务 免费解说导览陆野客庄 名额有限 请尽早预约 花线陆野 发现陆野 发现陆野 台东同乐会 台东所在综合报道